志工详实了解 乡亲房屋的受损情况 细心程度让人挣服 双手提着祝福礼 来自高雄和嘉义的慈禧志工 集合在台南玉井区 分成六条路线 启动安心家访 高雄气泡的那种 处理机制还有这种经验 让我们体验到很多的经验 除了灾难的现场之外 外围的 我们也是要非常关心 这样整理上 这做起来就会比较圆满 进到民宅 这些超过三十年的红砖屋 墙壁破碎 瓷砖剥落 屋顶还有崩塌危机 志工逐一记录下来 接过祝福礼 住户充满感恩 更珍惜和家人的缘分 遇见这边安心的访试 那希望做一些跟住户的互动 然后做一些询问 那了解他们的住户的回省状况 还有人是否平安 至宫挨家挨户 安抚受灾户惊恐的心 还要确保他们找到安全棋生之地 为重建家园 共同努力 戴新闻真善美志工综合报导